有些人有些朋友可能不明白帝国主义究竟是什么 帝国主义倒是怎样的 帝国主义基本上很简单来说 美国现在的帝国主义基本上是学英国的 我们成为香港人都是属于一段时间属于英国的帝国主义 一个帝国主义的制度和帝国主义的经济究竟是怎样的呢 可以说很久,可以说几万,但是我们没有几万的时间 我现在尝试很快地说,很快地 summarize 只是有一个核心去占领其他地方,其他国家,其他民族 去抢掉他们的资源,抢掉他们的资源 然后呢,你就在自己的国家製造一些东西 就卖这些东西给他们,所以是高价地卖 所以是不容许他们卖其他东西的 政治上和经济上,他们就要听你的话 所有政策都是要跟随你那里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这个南京条约 就是这些所谓的不平衡协议 是不是金仔 不平衡协议 其实这个只是冰山一角 很多的 你现在又好像Plazor Accord Plazor Accord中文是什么 这个是港长协议 港长协议 港长协议也是另外一个不平衡协议 不平衡交易 不平衡交易 unfair transaction 当然是unfair 因为你帝国主义是有一个霸主 有一个华士 其余那些是契弟 契弟当然是听话 好像日本那样 那Plazor Accord 很明显地 这个是美国和西方的好处 虧底 那个就是日本的 还要是大虧底 但是日本人仍然都要签 为什么呢 因为帝国的契弟 这是一个例子 南京条约也是另外一个例子 很明显地 是比英国人好处的 这个清朝政府 扑街 虧底的 怎么都要签 因为清朝政府弱的 没办法谈的 凡是这样的unequal transaction unequal agreement 所谓的agreement 永远都是这样的帝国主义的 主要的特征 基本上是一个帝国 去take advantage serious advantage of其他那些国家 其他那些国家呢 那个作用呢 或者那个任务呢 都是去服务 那个主人的了 主人国的了 甚至乎可以说 中国有过去的20年呢 或者30年呢 有一段时间 都是做美国的契弟来的 你想想 就是 美国要中国做些 玩具啊 牛仔裤啊 底裤啊 底衣啊 这些 中国的工人 赚多少啊 几乎没有的 每条底裤 只有那一两毫子 加加买卖 只有那千多二千元 但是美国那些企业赚多少啊 他们在Walmart 卖成20元一条 哇 那里面利润 很厉害啊 对不对 那谁是好处 谁是契弟啊 大家都知道 但是呢 我想习近平上了位之后呢 他其中一个目的呢 就是 我们中华民族呢 就不能再做契弟了 我们要站起身了 那所以 现在美国 这么不妥当中国 这么不妥当中共 这么不妥当习大大呢 就是 就是 这件事 啊 原本 你这帮死枝拿人 是我们的契弟来的啊 啊 我们美国 最大的 最伟大的 帝国主义 你不可以有任何挑战者的 但是你现在这帮痴拿人 在挑战我们 那我们当然要 打回你转头的啦 那我们见到 过去那两年 不是 应该说过去那几年 过去那四年 就看得到美国是上司 打回中国 下去 一个契弟的位置 但是又打不到 因为已经是 已经过了时了 已经是做不到 中国的实力就不弱 但是同时间呢 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美国的实力呢 是不够的 啊 疫情之前不够 现在疫情后呢 又更加 糟糕了 那所以就 嗯 另外一样东西呢 就是 教同教授呢 他有一样东西 说得挺好的 就是 帝国 末路 见得到的特征 其中几样东西呢 就是包括呢 其他契弟国呢 就不肯听主人说 因为 要维持一个帝国制度呢 那个主人呢 就需要一些很忠心的契弟 帮他做事 因为那个主人呢 未必可以 在全世界各地呢 都在那里灭火的 一定有火头的了 那如果他不可以 就是 随时去那些火头灭火 他肯定是找一些 契弟去帮他手灭火的了 那但是如果 那些契弟 开始不听话呢 灭不了火呢 他是要亲自去灭火的了 那但是呢 就是他亲自的灭火 都不是一个这么大的问题 就是如果他坤力够劲的话 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政治上那些契弟国呢 就不肯听主人说 那我们见不见得到这件事情呢 现在 是 开始见得到的 例如 欧洲 喂 现在 美国和欧洲那些关系 其实都 慢慢紧的 Donald Trump仍然 就是 过去我不记得了什么时候 或者是几年前 都说 北约应该 应该解体的 说那些东西 例如 好像 跟其他 传统上的 所谓朋友 好像土耳其那些 现在都搞到 都挺僵俩的 他跟这个加拿大 跟那些 我记得跟 好像 19年 19年 18年的时候 他跟加拿大 都有一个 小型的贸易战 但是加拿大 就 好像 好像 现在都 都 收声 日本 又是另一个问题 因为日本呢 他虽然 表面上 是一个 很 服从的 契弟 国 但是他们 始终 日本人的性格 是见此不见人的 就是 刚才我说到 Plaza Accord 他们是肯签 呢 其中一个原因呢 因为他们 有 苏联的威胁 如果 他们 不签 他们 也会 失去了 美国的核武 保护罩 又要面对苏联 但是 今时今日 有一大堆投资 在中国 所以呢 他们 未必 所有东西都听到美国话 虽然有些东西都会听到 还有 有些东西都会跟美国那套 表面上 但是实际上 会不会呢 这个就很难说了 尤其是 如果你去到一些 非常之重大和敏感的话题 就好像台湾那样 刚才说到台湾 你 金仔也会提到 到时 如果打开这个台战 美国这个 logistics 是会 需要靠日本的 但是 同时间 中国就可能会 跟这个日本政府 说 不要 给logistics 美军 你一给logistics 美军 我就凍结了 你们日本公司 在华的日本公司的资产了 不要玩台湾 不要帮美国佬 到时 有这样的威胁 日本就可能就说 哎 就是台湾 不关我们的事 这个 这个 美国佬 你们仍然可以用沖繩 但是 你不要叫我们 玩得那么 那么彻底 可能有这个 这个可能性 不知道的 但是呢 就是 不可否认 日本在中国 很多投资的 他们就不可以说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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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量去牺牲这些 这样的投资的 另外那样东西呢 就是 啊 交同教授 所说 就是说 始终这个 帝国主义 这个 经济方式呢 是 持续不了 因为 基本上 不可以 去 靠 一帮 契弟 去支持你 这个国家的 因为你始终 如果你是这样呢 他们的经济 都不行 如果他们的经济 不行呢 你的经济 都不行 因为你不让他们发展 你压着他们 不让他们发展 如果他们发展不到 你的国家都发展不到 始终 去到这个 就是 down the track 这个的确是真的 但是这件事 或者是 遲点再说 因为现在都差不多时间了 Anyway 那么 其实就是 美国 帝国 主义 乱当不是什么 一些特别启示来的 这个世界 人类历史 就是 五千年历史 看得到 所有帝国 都倒下 罗马帝国倒下 之后 其他帝国都倒下 中国都每二三百年都 转一次循环的 那些王朝 所以 美国那边倒下 都不是什么特别 surprise 但是呢 要强调一件事 就是 倒下 崩溃 是美国 帝国主义 不是美国 那个国家 美国的国家 仍然存在 但是呢 就是 美国 帝国主义 臨当 扑街 令到美国国家有多伤 这个就 没人知道 他会不会 打第二次内战呢 不知道可能会 他会不会打完第二次内战呢 就会散收手 变成 三四个国家呢 也不知道 因为始终呢 大家都知道 美国 那个区域呢 是很分化的嘛 例如你 德州 很保守 很右 跟这个加州 就刚刚相反的 他们又很左的 基本上 他们其实都差很远的 但是如果你说 属于同一个国家呢 你就觉得 都挺奇怪的 所以呢 所以 可不可以 扑着 一个这样的联邦制度 就很难说 可能真的不散的 这些 我相信 我们这个lifetime 是见得到的 还要是 即是 这十年 是看得到的 我们都不需要 等这么久的 因为今集有什么 last words 今集想再说 就是说 共和党 他已经 支持特朗普那群 开一个州的联盟 去说 就是 要跟这些 民主党那班人去对抗 就是跟拜登政府 班子去对抗 以及支持他们的州 所以这件事 已经是开了一个序幕 那就 姑且看看这个联盟 是不是真的成立了 就是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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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 是很关键的 这个星期应该会见到的 那 另外一件 我好像你所说 我都见到 东亚 起码这方面 会行一个 文化共用 这件事当然 日韩 都很可能 在相当的时间之后 他都会 至少在表面上 或者在草丝上 是中立 那 这个 我也同意你的看法 不止这些地方 我觉得全世界来说 发展中国家 都会有文化的共用 亦都是多元发展 摆脱贵帝国主义的意识 很明显 东盟 今次的RCEP 那么出力 都是一个 迹象 不是想针对美国 而是美国 那一套太烦了 真的要摆脱他们才可以 做到真正的发展 如果不是 就只要在美国 计划 例如一个 经济陷阱 债务囚 那方面 财技方面 或者用一些VC 自杀式 令当地的工具 发展不到 很多招数 这些招数 亦都在亚同行的 这些 机构之下 扶持之下 就摆脱了 有自己的基建 那方面 已经开始 跟它新的 一个 Dimension 一个新的 纪元 去发展 那这个就是我的问题 未来几十年 都是这个方向 这些 就不是说 你和我 和教授 在这儿 发梦说的 这些基本上 是计算出来 看得到 最重要 是有板 给我们看的 那有什么板 就是英国 英国帝国 英国帝国 是很明显地 凹了 看得到 就是英国 19世纪的时候 The sun never set 太阳是不会 不会衰落的 不会落下山的 在这个英国帝国那里 但是现在 它剩下一大堆岛 就成为这个 英联邦 OK 但是呢 就是 刚才说过 美国是 这个 接了英国那一套 那 看得到 英国那一套 甚至乎 你去其他 近历史的 帝国主义 包括苏联 也倒下 那 喂 美国那一套 也倒下 说起帝国主义 这件事 应该 要说一说英国的 想打断你一句 是 说 请说 英国呢 最近很多人 那些KOL 叫人去买英国楼 说到香港很大 但是呢 留意开 Boris Johnson 他刚刚才 搞完一大堆 才说 硬脱欧 这件事是很大的 就是跟WTO 那件事去做 就是等于 不要做过 就决定下星期 就决定下星期 说英国 因为硬脱欧 和英国帝国 我是很想说的 还有呢 我保证你们 英国 经济 扑街 如果买英国楼 除非你买Notting Hill 你买其他地方的楼 一定扑街 我担保你 但是呢 下星期才说 因为说起这个 大国主义 和Brexit 真的要 说一说英国 还有呢 为什么英国 四年前搞脱欧呢 为什么投这件事呢 又是很搞笑的 又是因为 因为 他们那个 帝国主义 那个思想 仍然是在 就是没有走到的 就是他们是 那个Empire 已经倒了这么多年 已经倒了 七十几六十年 但是他们那个 教育 和那个思想 仍然是抱着一个 帝国主义 所以呢 这件事呢 他们那个 帝国主义呢 是令到他们 脱欧的 四年前 那 所以就 可以说 和硬脱欧呢 令到他们 更加 更加坏快些 所以呢 不要说 他们那个保守党 Toris 就是conservative party 说了这个 British Empire 2.0 就是英国 帝国 新版本 说了很久的了 他们希望 Brexit 可以 速快 这样恢复 英国的帝国主义 他们 有这样的想法 但实际上 就刚刚调转 令到他们 快点 所以就下星期 说英国 OK 今集节目 差不多了 好